蔡斌是终于等到了重量级人物迎来好消息 有望回归世纪赛 大家欢迎来到本期的九点题 九点题咱们聊九点 在视频的开头 希望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点个赞和关注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女排 好了我们扬正传 中国女排在失联赛的表现并不好 中国女排在刚刚起初的失联赛 表现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而且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在失联赛的时候 中国女排虽然说取得了第六的成绩 可是外界还是队子有所不满 都期待着蔡斌能够在失锦赛带队闯进四脚 而在失联赛之中 中国女排暴露的最大端板 就是李莹莹对角这一点 可我们先来看蔡斌备战失锦赛 貌似是迎来了巨大的难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蔡斌带领的中国女排 在结束隔离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备战工作 除了之前征集失联赛的诸多国手之外 茂子呢 蔡斌也是召集了不少新人参与积聚 中慧和郁家瑞呢 茂子就在其中 可是众人期待的张超宁 刘彦涵这三大助攻呢 茂子都没有奔赴国家队 他们出战失锦赛的可能性呢 是变得微乎其微 要知道在朱婷可能要到11月份才能复出的情况下 他们三人呢算是弥补李莹莹对角短板的最佳人选 可谁呈想呢 他们三人的冒数都要缺席世锦赛了 而现在菜品也是基于 在接下来的女排世锦赛能够帮助中国女排打进8强或者是4强 而上一次失联赛呢 中国女排也是凑脚打进了前8的位置 但是呢 无缘最后的总决赛 现在菜品呢 必须要为中国女排做出重要调整了 不然呢 很有可能会提前出局 因此 接下来菜品的用人问题上 将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 现在据细呢 菜品也是急需要寻求新鲜血液加入到球队当中 而这必不可上的就是朱婷和张成宁 而朱婷因为手腕伤势的问题呢 至少也要算明年才能够付出 因此张成宁据细呢 是有望提前付出比赛 现在张成宁呢 也是被爆料 结完婚之后呢 也是恢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是有希望考虑接下来的女排世锦赛 要知道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张成宁选择在第一个月 短时间之内回归 进行付出以及训练呢 是绰绰有余的 毕竟张成宁的身体素质 以及天赋是摆在了那里 有一个月的时间是足够了 菜品有望给李莹莹呢 搭配最强的主攻手 帮助中国女排打进最后的总决赛 那么大家怎么看问题啊 希望大家点击关注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谢谢大家